我們今天要來參加一個公路XC練習 也是我現在阿根開了 然後因為在我家旁邊 一定要來力挺一下 順便來學習一下 到底有沒有公路車來訓練一下 有關於XC的一些越野入門的體能訓練方式吧 這樣子的公路訓練啊 並不是說直接就可以 你這個練得很好 越野就一定會騎得很好 因為其實越野的能力要提升 所以主要還是得進到越野的環境去騎 只是越野有很多能力啊 還是建立在基礎的體能上面 所以我們藉由一些公路車 就是公路騎乘的訓練 可以幫助我們更快掌握到那個能力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的第一個訓練 我們會利用前面這個坡 它騎到頂之後就是一個小廟 我們等一下就是用這樣一小小段 然後我們會做第一個訓練 這個有點像是飛彎車的肌力訓練 等一下我們要進行的時候啊 我們會用前面是大盤 那後面啊 到最標準的訓練的時候會是最重型 但我們今天只是先模擬看看 所以我們用前面是大盤 後面大概是13-14T 就是大概是倒數第二或第三片這樣子的吃底 那我們等一下第一趟操作的時候可以再輕一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第一趟的時候也許是用到可能中間的飛輪 那等一下要注意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你起步的時候 你的踏板大概是在1點鐘到3點鐘左右的這個位置 確保你的第一下 就會是可以直接完全出力上去的 所以不要再上下10點 因為如果再上下10點 你可能前半段的3分之4是無效的 那個力量都浪費掉 然後等一下的加速啊 不是要加很久 我們要用全力下去踩 然後只有8秒 最多8秒 那或者是你的轉速已經超過80以上 就不用再加 就可以放鬆 保持一個滑行的速度 然後讓你的踏板大概是在1點鐘到3點鐘 那這個加速是不會站起來的 然後用你的全力 而且他剛剛屁股也偷離地 對啊 他剛剛黏不住 直接還在路喔 對啊 偷講的壞話 好 所以不離開坐墊的這個狀態啊 就是你的每一下 都要很紮實的踩在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的課表啊 就是 用大概一半的磁盤 然後坐在椅墊上 做大約8秒的爆發衝刺 然後重點就是屁股不能離開椅墊 手要握著下巴 算是訓練你的腿在起步的時候 要做到 應該是完全的爆發那種感覺 蠻有感的 腳很爆 等下會越來越重 希望我還可以 多撐幾趟 這趟騎的感覺 比較明顯有感覺是有 吃到力量 就是我可以很明確地把我的車拉住 不要身體左右晃 感覺好一點 我剛剛看瞬間瓦克 有大概到800瓦 哇 快爆炸耶 因為前面幾秒 真的像教練講的 就是在憋氣 不太簡單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未來如果 要做這樣的修練就是放在一天 你熱身結束之後就可以先做了 因為它對你後面的 可能長距離行程 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你如果做完長距離行程再來做這個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用到 就是最大的力量去操作 那可能 訓練品質就不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接下來要做的啊 它就是強度真的比較高 比較偏體能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從風靈朝起上來 那20秒的全力加速 10秒休息 然後做4趟串聯起來 所以就是20秒的快10秒慢 20秒快10秒慢 它就是Tadata的概念 這個20秒或者是30秒40秒 要做到的強度是FTP的170% 每個20秒都是這個強度 就算了 像這樣子的訓練 理想的訓練的環境啊 是在稍微有一點點坡 因為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因為我們這已經是在坡上 但你可以感覺到 我們如果速度稍微加起來 坐到第二趟第三趟的時候 你的腳很自然就會想要放掉 那個完全沒有辦法再hold住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坡度 會幫助你更容易把瓦數踩出來 好那等一下 我們要操作第三第四個訓練 然後我們會下滑到建南路的路橋 我們會在建南路那邊做練習 我們剛剛的課本就是 兩分鐘的120%的FTP 所以我的瓦數大概是250 爆炸 現在緩和休息當中 這是課表的第三種課表模式 我們會利用這樣的訓練去提升 你在這種比較短的爬坡的一些能力 這樣的訓練我們今天這樣是做兩分鐘嘛 正常來說它的訓練時間 大概會是在3到6分鐘之間 然後休息時間1比1 甚至更少 就是例如說我做5分鐘 休3分鐘 也是一樣 大概一天訓練可以做到6到8趟 所以我們等一下最後一個訓練 比較累一點點 因為大家可能有一點疲勞 我們就會做20秒的衝刺 衝刺完之後剛剛我們是休10秒 但等一下沒有休息 我們直接接著1分40秒 剛剛這個強度 就是FTP 120 現在要做20秒的加速 1分40秒的續航 那我們今天做了很多模擬 其實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只有公路車的時候 可以去用什麼方式去幫助你的越野能力 尤其是XT的 OK 下課啦 剛剛XT的過程當中呢 主要學長就是分享有關於3種的訓練課本模式 因為XT是屬於比較突然要抖上 然後又一直往下滑 它比較遲滑 真的是這種瞬間的 大功率輸出的這種訓練 所以他剛剛分享的3種 有短中長程 那希望看到影片的你們 對於你們有些幫助啦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 教練來給學長訓練的過程啦 我是你的教練追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下課了